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他本身的一個特質就是堅持 再困難的也都會走下去 所以這兩天可能也只是說行程少排一點 然後他有說也做一些策略的一個附居 這個是比較正面的,並不會退選 是不是遇到疑神的朋友 所以他用這個方法? 我想不是 遇難選舉本來都會有 但是跟他減少這些行程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聯的 是不是知道蔡英文這個對手比較強 所以他用這個需要沈點 其實蔡英文對手也不一定強 我在台灣也聽到很多民進黨的人 也講不見得會去投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他並沒有很好的一些政策 內涵 他沒有一些真正的主張見解 所以他才會有所謂空心菜的一個稱呼 大家稱他空心菜 反觀洪秀柱他是一個非常有理念 非常有見解 他的這個政策 想得非常清楚 未來他要帶過中國和中華民國能夠走一個崭新的路 能夠讓台灣的經濟還要能夠讓台灣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那你覺得就是洪秀柱的贏的機會到嗎? 我覺得他的贏的機會很大 非常大 台灣的選舉 紅難公 因為選情都瞬間變化 沒有誰贏誰輸的 我們認為他現在以這種低姿態 然後非常踏實地在各地去敗票 去發揮他的一個特色 然後會吸引很多選民 不只是泛藍的選民 甚至於中間的選民都會支持他的 因為他的形象 他的這個條件各方面 能力 他是比蔡英英 因為他的對手 比較這個這方面會輸的 會不如他的 是不是因為國民黨沒有其他候選 所以他一定 國民黨一定要收拾 要出來參選 所以他不可能 不是 這個參選要看個人的意願 國民黨裡面就 沒有人在願意出來的 情況下 他願意出來當然 國民黨人才很多 但是要看願不願意選 有的人他沒有興趣選 有的人他自己的生涯規劃 所以紅秀柱他願意有這種勇氣 有這種決心 非常這個 我覺得勇敢的 願意帶領國民黨代表 做國民黨的候選人代表 能夠出來參選 他實在是一個很難得得不死的人 為什麼他不可能 他不會退出 不可能的嘛 因為這個選舉就是 你已經定案了 就會代表這個 就勇往直前了 只是媒體炒作 台灣的媒體炒作 講一些普通作影的事 或者話語 影響紅秀柱的選情 其實這次也許是對方的另外一種選舉策略 但是他是在昨天的 是雙邊的 他所說的 是有一些 沉澱 沉澱和這個 退選是兩回事啊 他需要沉澱是改變策略啊 你跑了幾個禮拜 你發現有些問題 可能我要再 要好好的再開會 再深入一點 可能要 要做法上 可能要 要跟 這個這個這個 多元化或者怎麼樣 他有他的一個考量 那是很正常的啊 不一定就是 我 我要 這個沉澱想一些事情 我就 我就要退了 不可能 我想那都是一些猜測的話 絕對不會的 中委會知道這件事情 啊 中委會知道這件事情 中委會 你們的 中常會 沒有 也是看到報紙才曉得 沒有啊 這個媒體太敏感了 也許啊 太捕風捉影了 啊 不可能有這件事情發生 好 那就差不多 啊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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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